坚定不移的训练 成就梦想 继续来看这位年轻人 也从小立定志愿 他要成为溜溜球高手 但坚持的路上很辛苦 父母都当老师 期许他能从医 但他却把所有时间 拿来练溜溜球 高中得下来台湾比赛冠军 但家人质疑 这能当饭吃吗 他不敢初衷 即使没收入 也从没放弃 终于打破两项 金氏世界纪录 名阳国际 看到儿子的决心 父亲也从反对转而支持 就因为知道街头艺人的苦 他与朋友成立协会办活动 让更多街头艺人被看见 小球半空中高速翻舞 招式变换完前 仅靠一条线轻影 溜溜球抛出弧线 来回摆荡 旁人眼睛快跟不上了速度 杨元庆却游刃有余 不停划出波动的轨迹 街头上每秒都不得松懈 时时刻刻都得仰赖手上这一颗球 一条线大秀画是技法 让路过行人舍得停下脚步 目光停留在双手之间 一个角落 一颗溜溜球 观众热切盼望的眼光 成就他的发光舞台 每个鼓掌 每个笑容 让他表演得更加带劲 近距离接触 表演者及观众彼此渲染情绪 是在街头表演的最大乐趣 其实也最具挑战性 在街头没有所谓 老师教我们怎么表演 怎么去跟观众收打赏 这件事情 但慢慢地就开始 从观众的一些反应 把这些反应当作是我的老师 九月就是要缴学杂费 那爸爸妈妈就会比较 难把钱拿出来 那五月就是大家要缴税 大家就会比较面有脸色一点 步上街头需要勇气 杨元庆十七岁那年 第一次上街表演 在青涩的青春时期 没有太多现实经济压力 需要繁星 单纯只想跟大家分享 他热爱的溜溜球 那天晚上然后在高雄爱河 然后只有一盏路灯 其实路人也看不太清楚 我在干嘛 对然后就放音乐 然后聚集了一些观众 那时候最印象深刻是 前面还有甩手工的阿公跟阿嬷 当我表演完之后 哇 他们竟然给我掌声鼓励 然后甚至把口袋里面的钱 投给我 哇 那一刻我觉得 我超被激励 但有热情还不够 户外表演看天吃饭 天气晴或雨 大大影响着当天的收入 有一次我只赚到20块 非常别人就是 一开始我为了好多观众 然后就在我要做 最后一个动作 要最帅的时候 下大雨 然后大家就走掉了 即使如此 66球对杨元庆的强力吸引力 未曾减弱 因为见到他的第一眼 印象太深刻 国小二年级 然后八岁的时候 那时候看到我同学哥哥 在玩66球 他就站在手推车上面 然后同学在后面推 然后他就经过我们教室的走廊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动作 地球自转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 天哪 这个玩具这么神奇 会在下面一直转 同学哥哥的一个耍帅举动 却扳开了 他对这颗小球的兴趣开关 我那个时候是人手一颗 后来这波风草就过了 然后直到我国小四年级的时候 另外一波就出现了 就是超速游游 这个漫画其实也是影响我蛮深的 因为他的主角就是 他是个运动天才 可是他对于人生没有方向 那他终于遇见了66球 花了很多的时间练习 然后包括旁边朋友的 人言人语 其实就永远跟我遭遇到的 现实的状况很像 想象自己是虚拟漫画的主人公 以增加信心 不过杨元晴对66球的喜爱 没有受到流行风潮的起伏而影响 但周遭不看好的声音 就像漫画中的主人公一样 不断环绕在他身边 包括在他八岁时 买给他人生中第一颗66球的爸爸 然后爸爸其实还蛮爽快的答应 但是他有个前提就是 我要考一张100分的考卷 那个时候刚好有实体的加法隔天 然后我就是算出了一张100分的考卷 然后我爸爸就带我去学校对面的书局 就买了我人生的第一颗66球 阿嬷也特别说我要当妇产科医生 这是我阿嬷对我的期待 校长之间其实都会比较孩子们的成绩 那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成绩相较之下 并没有说到很理想 那我爸爸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就是我花太多时间在溜球上面了 得到溜球后最疯狂一天他狂练八小时 为了避开众人的质疑眼光 只能躲起来练习 走到我们学校的资源回收场 后面的空地 然后就在那边很珍惜每一节下课时间 去那边练习的时候 当流汗的时候 那个线吸进那个汗水 然后那个线就会变得很细 然后再划过一个手 然后就会出现一点一点一点的疤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同学就会 说你手上那么多吧 老师就反过来说 那你还是好好练书好了 同才 老师跟家人 对杨元庆对溜溜球的狂热无法理解 但他坚持初衷 国中自己上台北去跟人请教 该怎么买 该怎么练 然后踏上比赛之路 高乐拿到全国的溜溜球大赛冠军 对 耐克其实 耶 超棒了 终于拿到冠军了 爸爸就觉得说 哇 你这样子还花那么多时间练习 还花钱去台北比赛 那你是不是这个成本 你自己没有想清楚 然后反而会觉得说 这就是一条已经是ending了 就是你已经拿冠军了 你应该接下来就要好好认输才对 你越开始对我 我就越想要证明我是谁 布姿里的叛逆性格 让杨元庆没有踏上众望所归的学医之路 选择背道而驰 用溜溜球画出人生道路 高中没有考上第一志愿 然后进了高中去念了所谓的高中物理化学跟生物 我就发现其实 哇 医生这条路其实离我非常遥远 反而是玩溜溜球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 很有成就感 我想要挑战他 这套叫做SISIC 即在翻坐晕船 他知道我练了7年 来了 这个一年的早市呢 叫做BANANA 好吃 一招可以花費他七年光陰成就 他球總是不離身 隨時都可以進入練習狀態 變男女朋友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在路上的人家是牽手 可是他可能是玩溜溜球 然後現在更嚴重一點 是可能帶小孩出去 他也是要掛溜溜球 很想要生氣 但你事後冷靜想一想 就是因為他不斷的 每一分每一秒都想著溜溜球這件事 他才有可能把這個東西玩得這麼的好 溜溜球滾動的軌跡 構成人生的藍圖 老婆 小孩 家中的貓 現在都是他人生最美的風景 跟著小球轉動 他也不停前進 帶著他到世界各地提高眼界 挑戰今次世界紀錄的一個節目 然後他就邀請我去跟 美國的一個溜溜大師John Higby 一起PK 測試要用溜溜球把杯子抽下來 這個過程其實花了滿久的時間 一個月 兩個月 當他宣布也是這個項目的保持人的時候 啊 就是你這只能對天就是 歡無見交 漂亮 秉著不放棄的意念 成功挑戰快手用溜溜球抽下桌鏡的關卡 讓他23歲就成為溜溜球項目 今世世界紀錄保持人 但溜溜球的世界還很大 一再對自己發出挑戰 才能維持頂尖地位 這個跳繩發動的時候一定要兩隻手 那我想有沒有辦法一隻手 然後我就想到 那我就一隻手先做這個結構 然後就做跳繩 到現在還是失誤率還是很高 一半一半 即使是自創招式 成功機率仍無法百分百 每場比賽葉智能竭力去拚 沒有完全的把握 但可以給出完全的努力 就像他現在開始為街頭文化貢獻心力一樣 他想讓街頭藝人成為城市裡頭美好的風景 當初跟一群夥伴 我們一起成立了台灣街頭藝術模辦協會 我們要有台灣的街頭藝術節 我們期待街頭藝人在城市裡面 有更高層次的一個舞台可以演出 集結大家的資源 集結更多的老師 一起來整理出一套系統 讓街頭藝人可以更有勇氣地站上街頭 分享他們的才華 不是要當最厲害的 而是成為無法取代 江元慶的人生軌跡由溜溜球勾勒出來 這顆球帶著他轉到世界各地 台上15分鐘的精湛演出 用永不被磨滅的熱情 跟不為他人眼光的恆心 花費十幾年的光陰 終於將夢想磨成真實 堅定的毅力翻轉了人生 稍後來看一顆粽子翻轉了一條街 那時候是沒有味精 所以用這個薑粉做調味料 所以這個就是媽媽的老味道 這個是最原始 然後又是最健康的 跟一般的那個 傳統的那個竹葉不一樣 竹葉比較有韌性 那這個野薑花葉它是新鮮的 所以它就是比較脆 那用這個葉子就是要 對它要溫柔一點